7月7號 英國女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發布穿越蘇伊士運河的縮時影像 航向鴻海印度洋 越來越接近亞洲 日媒報導 將首度與日本派王雅丁灣的自衛艦演訓 模擬在返海道行動 軍事記者士良光宏解讀 正是在東京奧運前 代表自由主義陣營 發出不許中共横行霸道的信號 預料之後 會在日本近海聯合演訓 女王號打擊群中 也包括荷蘭、美國的軍艦 英國、日本兩國防長 預計20號在東京會面 討論女王號演訓合作 另外7月5號且 澳洲、日本、韓國、美國四方海軍 在澳洲東岸附近海域 舉行太平洋先鋒2021演習 維護印太地區的自由航行和穩定 科目包括反潛戰、空戰、實彈、導彈發射 和先進機動行動等 英國金融時報7月1號報導 日本要求美方分享保衛台灣的計畫 美方則想逐部分階段加強與日方合作 引述前美國官員說法 目標讓美日雙方武裝部隊 最終為台灣的突發事件編寫一份單一綜合計畫 5號日本副首相麻生表示 中共若犯台美日應該一同防衛台灣 麻生副首相他的講話 是相當於對中共進行了一次極限測試 或者說叫做紅線的測試 那麼這個測試的結果呢 是中共選擇了暫時的收縮 雖然中共外交部國台辦和駐日大使先後強硬聲明 不過隔天6號中共發布關於黃海中部重大軍事活動的航行警告 6小時後卻撤銷 8號又通告9號起在大致的區域重大軍事活動 12號再發布通告 12至16號有兩大軍事活動 因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黃海這一次的軍事演習 他應該是在七一之前就計劃好的 是給這個七一來捧場渲染氣氛 展示一下習近平所說的那個強大能力的一部分的 改七一來舉行這個軍事演習 那麼一方面呢 他有不想刺激到當前中日關係迅速走向惡化的這麼一個原因 那另一方面他其實也是在盯著日本9月份的那個選舉的 新唐人演的電視網關聯張東旭整理報導